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万老高老师 欢迎各位再到我的课程来 现在我们继续 上一节的这个单元 也就是我们 要从这个 架构呢 来 让各位亲身体验 怎么从架构 对到代码 尤其是 这个 EIT 的造型 到这个代码 那让各位亲身体验的用意 就在于说 我们要把这一个 EIT造型 看成是一个砖块 也就是说这个 造型呢 就相当于 这个 我们在建房子的 这个砖块 砖块 那当我们 在建一个 房子的时候 我们建一个房子的时候 那我们在谈 这一个 墙壁上 这个砖块是怎么跌的 是跌的 是斜的 还是纸的 那 我们就会告诉人家 在这个 在这个里头每一个 都是砖块 都是砖块 OK 那这个墙壁是由砖块 给成的 那大家就不会去问你 那这个 墙壁怎么去把它 实现了 对不对 因为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砖块 是怎么把它做成的 所以 我们拿砖块来谈墙壁 大家就不会再问 你这个墙壁是怎么 落实的 那我们再回到软件 当我 告诉你 这个EIT造型呢 就是代码 就是代码 所以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EIT造型 这个砖块是怎么从这个代码构成的 因此呢 我就拿EIT这个造型来说明 整个软件的 系统架构 说明这个系统架构 那么各位就不会再来问 这个 你做的架构实际呢 到底能不能 落地成代码 那这样就是 我这一次 这个 小单元 的一个用意 让各位能够实际的来认识 EIT造型 就是 可以很快的 直接了当的 落实成代码 之后 你就可以拿EIT造型 来 说明 你的架构设计 是怎么有 造型所构成的 那你就 可以 让大家都了解 你的架构设计是可以 落地了 所以我们 在这边呢 再来复习一下 这个 我们在架构师 他的 任务 是来决定这个Jekko 是来迭境这个Jekko Jekko怎么决定呢 就是把两种知识 把它分解 那分解的依据是来自买族来的 这个时间点 所以 就把它 分成两种知识 一种的是 强隆的知识 就是第一种知识把它 写在基列里头 就成为E 那么 再来 EG 所设计的I 在买族出现之后 再把这个 地头舍的知识 写在T里头 这是上一节 已经大家都熟悉了 或者是跟各位 再做个复习 就是架构师 把知识分成 强隆知识 跟地头舍的知识 然后 在客人还没有 来之前 强隆的知识 先写在E 然后客人来了之后 地头舍的知识 写在T里头 然后 两者呢 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就变成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就是E 释放强隆的知识 那么 T呢 是 地头舍的知识 那这个 I 里头也有知识咯 是架构师的知识 它确保 分 而能够合 确保 这个 分得好 合得快 现在 我们就来 依循这个EIT 来做个练习 第一个 架构师呢 能够 来 练习怎么分成EIT 三个 部分 第2个呢 我们又如何把强隆知识 写进去 1 接下去 我们要如何把 地头舍知识 写在T 好 想用代码 我们要用代码 然后 又如何定义 接口 好 然后呢 要实际上 让他 软件可以运行 在运行的时候 E是控制点 控制点 控制点 他 来 透过I 来 实际的 调用到 T里头的 函数 OK 那我们就把 这个 买组来的 放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 左边是 叫做架构开发阶段 里头就是 把强隆的知识 写成 E跟I 包括架构式的知识 带地头舍的知识呢 后面才来 把它写进去 T里头 把他写进去T里头 然后 在 写完了之后 在这个时间点 做这个 编译 Compiler 编译 跟这个 Link 连结 Link完毕之后 就在这个点 之下来 就叫runtime 就可以执行 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把它 编译跟连结 变成一个 可执行的一个 Program 之后 就进入执行阶段了 叫runtime runtime来讲 只要是用户 用户来执行的 就是 user user的执行 所以 强隆 买主 地头舍 然后 用户 然后还有背后 最重要的人物叫架构师 这四种 的角色 大家都很清晰 而且他的工作 分工跟合作 也非常的清晰 那 这一个 叫做 我们的 时间 知识进来的 时间表 那 希望各位 未来能够多多的 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图 来协助 架构师来做 思考 那这个图 是有一个时间的顺序 左边比较早 右边就比较晚 也就是说 强隆的姿势 先写在T 不是 强隆的姿势 先写在E跟I 地头的姿势 再写在T 然后做bandE跟人解 之后 执行 执行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用户的姿势会进来 用户的姿势会进来 现在我们就亲自来演练 你看这样的一个结构图 这我们称为叫做 不是系统架构图 而叫做 架构的分析 这是用来 先做表达 各种知识之类的关系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 需求的一个 时间分析表 需求的 叫做 需求的一个 以时间为主轴的 一个分析的 表 叫需求时间分析表 所以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在买组来的之前 就已知 我们要 算法E加到N 几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我们要做 一个软件 一个系统 我们要做一个 要做软件做什么呢 做软件呢 要做这一个 年终奖金 的计算 的计算 年终奖金的计算 好 那我们 要计算的就是 我们 要计算几个月 我们是把 每个月 都把它加起来 是每个月都 累加 OK 就是 但是 任何一家公司 可能他的 一年 年终奖金几个月 不一定 所以 当我们要写这个软件 来卖给企业 我们这个软件呢 已经知道 这一个就是每个月的薪水 的一种累加 一直加 一直加 但是 各家公司到底这个 年终奖金算几个月 不知道 所以 各公司 就是买主 各公司 就是 等买主 所以这个买主来的 才会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公司呢 年终奖金是6个月 那么 这一个 另外一家公司来会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公司呢 年终奖金 是 一个月 等等 或是一个半月 那我们就把它 加起来 那加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理解啦 就可以得出他的结果 那我们从这个表可以了解 这个东西要写在 写在哪里 写在 积累 这个东西呢 要写在 子累 要写在子累 所以呢 我们就从这里引导出来 我们决定三件事情 第1个 这个运算方法 必须写在 积累里头 再来 N值必须写在T 为什么 因为买主来了 才知道N值多少 就是 各公司来了 他才会告诉我们 这个 他的年终奖金是几个月 然后就把它加起来 把它加起来 那么 接下来要把它组合起来 架构式要来设计I 这里有个函数 在软件里头 那么 这个接口 就是 好几个函数 或是一个或更多的函数 让这个T1 可以来透过I E 透过I 调用T里头的函数 然后就可以 所以 这个T呢 就可以把N值呢 送回来 把N值送回来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 这里写一个 G类叫Counter Counter里头就要写 这个累加的代码 累加的代码 然后呢 N值要写在这里 写在 MyCounter里头 N值 接下来 设计一个接口 就是 叫做ICounter 这个接口呢 里头有一个函数 叫OnCounter OK 那 我们这个函数的目的 是要让G类 调用值类 那要把N值 回传 这个N值要回送回来 这是 N值 所以必须要Return INT Return 这个INT的 一个 整数 那这个名称 随便你选 为什么 你是 强楼的架构式 强楼架构式 决定 是一个 决定接口 包括接口的名称 都是 这个架构式决定 好 所以我们 就 把这个 设计好了 那也知道 该怎么做 对不对 那我们还可以 把这个 Icon的接口 里头的 OnCounter 把它并进去 Counter里头 这就是我们讲 BIT的 这个 变形 有没有 这个是 E I T 然后 可以把这个 I的部分 把它 并进去 把I的部分 把它 并进去 这一个 1 所以就 只要我们的接口没变 它只是一个 结构上 一个变形而已 所以就得到 下面这个图 好咯 你看 这个是变成 E 对不对 这变成I咯 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咯 然后 这个就是 反向的 调用 也就是 控制反转 就调用到OnCounter 然后 它就把N值呢 就 送回来 送回来之后 这个E 就变成完整咯 对 完整了之后 就可以 来run它 那这就是 Android的 一个 基本的 AP 的一个结构 这个Activity 是I 还有E 这边是T Activity T 那T呢 就 担任做装配的动作 它拥有这个 这边的T 拥有轮胎 就是 它是装配者 它是 轮胎的 装配者 它来 Nin T 然后 再把T 装配到 Even I里头 再来 把它run起来 所以 这是 Android里头的 装配者 就是 Activity的 子类 所以我们先来看代码咯 来看代码 你看 首先 定义出一个Class 叫做Counter 叫Counter 这就是E 这就是刚刚的那个 E 对不对 那E里头呢 会定义出 一个 自己的 具象的函数 这就是 迹象的函数 迹象的函数 也就是这里头有实际的代码 对不对 那么 也定义出 一个 抽象的函数 函数 抽象的函数呢 叫OnCounter 里头 没代码 没代码 所以就抽象函数 然后具象函数呢 调用了OnCounter 所以在这里头 他就调用它 那因为他是抽象的 所以 就 调用到 子类 所以子类在这里 有没有 这是 E 对不对 然后 这是T 地头手就写一个T 然后 OnCounter的就是 I I 所以E 会来调用 T的 这OnCounter的函数 就把10就Return回去 Return这个10 所以刚刚这边 扣下来之后 就跑到刚刚去啦 所以他会把它Return回来 Return的是10 10 所以N值呢 就是10 因此呢 就可以做 10个月的离家 离家完毕之后 再把它Return上 那这样就可以 把这个值呢 送回去到 Activity去啦 Activity去啦 所以刚刚已经 讲了这个动作啦 那 他扣Return Return 扣OnCount OnCount的扣到Mike Counter的OnCount 他把10 回传回到 这个OnCount 接下来 接下来 再把 雷家的Sum 的值呢 送到这个Activity 送到Activity 这是 刚刚所看到的 EIT 然后接下来 就写 最后呢 写这个 MyActivity 在这边来讲本身 I 这里是E 然后 这一个 MyActivity呢 是T T 那这个 OnCreate呢 是I 所以 有Activity 调用 T的 OnCreate OnCreate 那这里头 第1个动作 先做UI 这边就是 做UI的 这个设计 UI的设计 然后这边 就一直做的 都是UI的部分 这个部分都是UI的部分 然后在这个部分呢 在这里 才是跟Counter有关 第1个 先New New 之类 那因为它是 Eatend的关系 就是 这个 G类 跟这个 子类 因为是用Eatend 的关系 所以 New的子类 就是 MyCounter 它会自动的 Ning这个G类 所以 这个引擎 也被Ning起来 轮胎也被Ning起来 那这样子就可以 去 叫Counter去执行 在这里的RUN 所以就会扣下来了 就扣下来了 OK 然后 之后它就会回传 上的子 再把上的子把它秀出来 好 那这样子可以 完成了 我们的代码的写法啦 好 接下来我们 再来 换另外一个例子 刚刚是 算法 在左边 那现在呢 是买足 来之前 就知道 我们N值要 多少 譬如说 我们都是 固定 12个月 就要算 税好了 不是 人中奖金 要算 这个税 那就每个月都算咯 所以N值确定 是12个月 但是 有些公司的算法 是这种算法 有些地方 就是说 有些城市 或者是不同的国家 他的税有的算法 是假设的 假设呢 一个国家 算法 算法是这样 假设 另外一个国家 算法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不同的买组 这是买组 买组1 他的算法 这是买组 Number 2 的算法 所以呢 从这里可以了解 这一个部分算法要写在子类 这个N值写在 G类 然后呢 G类 调用G类 G类 调用G类 那么这个 算法因为在子类要算 所以他在调用的时候把N值送到子类 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 把这边N值写在G类 算法写在子类 但是在算的过程当中需要N值 所以在 G类调用子类的时候 他把N值送到子类 做完了之后才把结果送上来 再把上 送上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再来 接下来就是 这个接口的设计呢 必须要有一个抽象函数 这抽象函数呢 这里是 写错了 应该是I才对 I必须要有一个 这个抽象函数 然后 反过来 这个 做反向的调用 到T 那么 在调用该函数的时候 顺便把E的 里头的N值 因为N值它E嘛 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把它 传递给T 传递给T 那么由T来进行 真正的一个 计算工作 然后将计算的结果呢 回传给这个 E 回传给E 所以我们 就得出呢 三件事情 第一个 将N值 写在T 对不起 应该是 I才对 将N值 不对不对 对不起 N值写在E里头 然后各买组设计一个子类 也就说 一个买组来啦 你就找一个APP开发者 帮他写一个子类 然后 将各自的算法呢 写在各自的T里头 所以 一个 有强龙 写一个E 那 有一个买组来啦 针对这个买组 针对买组 No.1 就请 地头蛇 就是买组当地的地头蛇 比如说在新加坡 那就在当地找一个地头蛇 写一个T 那么如果呢 在这一个法国 那有另外一个买组 有另外一个买组来啦 他可以在找当地的 AP开发者地头蛇 帮他 写一个T 然后 还是共用同一个E 让这个买组呢 No.2 就这样子做完了 所以 不同买组 各写一个不同的T 但是共用 强龙的 同一个E 这个 积累 所以 我们就来 替这个 I 来设计 一个抽象函数 叫做ON CARE 让E呢 能够调用到T 然后取得T的计算 OK 因此呢 就把N值 把N值呢 写在 这一个 把N值 写在 G类里头 然后 G类 调用值类 的ON CARE 他把N值呢 放在这个当参数 所以把N值当参数 传下来 OK 在这里 这就是给N喔 所以他就可以做 1加到N的计算喔 计算完毕之后 再把这个上值呢 再把它 回传给他 再把它回传给他 这就是 G类 调用值类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真正的代码 怎么写法啦 所以这个 就是 我们现在写的部分是 这个G类 G类 那G类里头呢 有一个抽象函数 就是I 这个部分 是架构式设计最重要的 这个 是要给 G类 调用值类之用的 所以 他首先 调用自己 是不是得到N值 N值是在G类 好 就是在RUN的时候 他首先 来执行 来执行 G类 G类 就调用到 G类 得到N值6 所以 这个N值呢 就变成6囉 然后在 调用 OnCare的时候 再把 6 当成参数 往子类送 往子类送 这个时候 值类呢 就实现了这个 这口的函数 叫OnCare 然后 这个 就是刚刚的N值传下来的 N值 传下来的是 6 因此呢 这个N值就是6 所以他就可以做 这个累加 加到6 把累加的结果呢 再把它Return回去 再把它Return回去 那 这个就是 刚刚的这个动作 他 扣的是 OnCare 他就 扣到这里 扣到子类 OnCare 计算完毕之后 再把他的 上的子再传回来 再把它Return回来 好 那 因为 它是一个 Attend的关系 所以还是一样 N值类 就可以执行RUN 就可以执行RUN 这只是 MyActivity 的一种写法 的一种写法 好啦 我们就这一节课呢 这个 小单元 就先到这里结束 待会继续 谢谢 这一节目的 我可以执行RUN 我可以执行RUN 感谢观看